嗨 大家好我是屏萍 這期我要來分享一下 我在這邊住了半年吧 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非常喜歡的地方 跟我有一點後悔的地方 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我想起來有一個就是 很多人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這個問題 就是我的微波增烤度太高 確實 我身高只有159 這對我來說就是這樣嘛 然後我拿東西就是超級點腳 其實超不方便 然後我通常有時候會在下面墊一個椅子 然後這樣子就很方便 可是為什麼我會坐這麼高 就是因為我的下面這一層是冰箱 然後冰箱在這邊就高度剛好切幾 可是因為我這邊做了一個電器櫃 因為當時我在我想像中好像很重要 因為我要放比如說咖啡機或者是氣炸鍋 結果來了半年還是空的 我根本沒買 我根本沒放進去 因為我發現這些東西其實很不必要 我最常根本放在飛台 因為我很常微波東西 所以其實這兩個應該要調換的 雖然說電器櫃你在這麼高 你用的一樣不方便 可是因為我的生活習慣的關係 我電器櫃比較不常用到 所以我當初應該要顛倒 可是那是因為我生活之後我才發現的啊 因為我不知道我不需要電器櫃 因為一般人說不定真的很需要電器櫃 就一定要這樣子設計 這個爐灶有人說開門建造是非常不好的 確實 所以我原本覺得是有預設請那個 設計師幫我做一塊板子 但是那個板子一直還沒有弄好 所以就是讓它是這樣 可是我平常生活的時候是 故意在上面擺超多東西 就是另外一個解的方法是把它當成竹面 就是讓它看起來完全不像爐灶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我請風水老師幫我放了一個錢 它有分正面反面 那這一面 它是跟我說這一面要面對爐灶的 然後所以要放在下面 然後剛好我的這個臭眼鏡這邊是透明的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這裡 這邊也有人留言說 啊我的鞋櫃就在這邊 然後這邊放那個保鮮食品是不是很沒衛生 確實 但是 我自己覺得還好是因為我的鞋子都會在外面擦得很乾淨 我才拿進來櫃子放 然後再來 為什麼 因為其實原本設計不是推拉門 是因為這個空間太小 所以只能用推拉門 所以它們會是在同一個空氣中 但我覺得還好啦 就是還可以接受 那現在這邊非常的亂 因為我把所有東西都丟進去 然後這邊就是我平常 我之前說襪子區嘛 我出門一定要穿襪子的時候 我就會穿這邊的襪子 然後這邊會盡量放我出門一定要帶的東西 然後再來最重要的是我 這邊就是我的保鮮食品區 這就是我每天要吃的 我要來跟大家推薦一個東西 我就這樣子喝了一個月 我發現它真的讓我狀態變好了 它叫做利福提膠原精華鹽 喝過蠻多不一樣的膠原蛋白 然後尤其是我吃粉的 不一定會就是我的身體是好吸收 但這個我覺得很棒 所以現在年紀比較大了 很常去醫美調整我的膚況 然後調整我的 比如說皮膚管理等等 比如說電音波拉提 那無論你做什麼樣的醫美 都一定是需要修復期 當你有修復期的時候 是很需要膠原蛋白衣來補充自己 可以讓它修復的更快 然後這個就是非常可以搭配黏一枚 剛好我今天還沒有喝 我來喝一下 通常來說一般人會分兩口 但我嘴巴比較大 所以我一口就嚇掉了 它是我最喜歡的鳳梨味 它不會太甜 因為有一些膠原蛋白也太甜 它是偏酸 所以酸甜甜的很好喝 重點是它不會有餘腥味 應該說我去日本 超愛買叫人蛋白飲來喝 然後有一些喝起來 就是會有餘腥味 這個完全沒有 然後是很順暢的可以喝下去 可以讓自己狀態變好好的 而且Aster已經喝很久了 然後我是近期才開始喝的 由內而外就是可以 從體內開始讓自己的肌膚提升 我覺得很讚 因為對於保養這條路呢 就是已經走了非常的久 無論是擦的吃的還是什麼的 應該說我的經驗值非常的高 所以我很可以知道說 哪些東西可以對我自己有幫助 它裡面有POOG素覺型的膠原蛋白 分子小很好吸收 裡面有日本三德利專利高效蛋白聚糖 它可以超越玻尿酸 然後刺激膠原蛋白生成 鎖住膠原蛋白 然後它除了裡面有膠原蛋白之外 還有維他命C 你吃膠原蛋白 一定要搭配維他命C 它才吸收 但它這個就裡面已經加好了 加了維他命C 裡面還有神經吸藍 我也很喜歡這個神經吸藍的成分 可以讓自己的肌膚狀態舒緩 長期喝越來越多久 我希望我可以長期喝 希望每天可以喝 我就是那種每天出門 一定要保健食物 吃完這床襪子出門的人 推薦給你 接下來走到這邊 我覺得很推薦大家就是 飾品會這件事情 我這邊就是剛好也是出門前 要用到香水跟飾品嘛 這些都用得到 我很喜歡這個設計 可是後來發現啊 我的飾品都已經很亂 所以其實應該要用這種分層 我就還沒訂做 等訂做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它有這種 可以分成一層一層 就是一整片定製型的這種 放的飾品 香水我覺得這樣子 讓它們集中管理 我覺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因為我以前其實就是固定在噴一些香水 但現在我是會換香水的人 因為我有在疊擦了 走到這邊 我超級推薦這個東西 我習慣鏡子旁邊會有一個美容小鏡子可以用 然後它這個美容小鏡子 非常推薦是因為它你看 它可以這樣子轉 然後可以這樣轉 化妝超級方便 它可以讓這個燈打到這個玻璃 然後反射到我的臉 然後就可以這樣化妝 這是超級棒的 K.E.U.C.O. 我覺得這個很推薦給大家 然後另外一個非常推薦 是我很喜歡我家 目前的所有的水龍透鏈空洞 它就是按一下就可以開 也不會漸上來 因為它是有氣泡的 有氣泡通常就不會亂噴 按一下就結束 AXOR 女生比如說化妝 或是你平常會Mirror Selfie的人 習慣的人 非常適合在鏡子的四周做間接燈光 因為我目前這邊就是 然後因為我沒有買現成的化妝台 所以我就是自己做的 就是讓它可以這樣子 可以有個那個燈 走走走走到這邊 大家有看到嗎 我就是進行在家裡 有在試我的擴廂 目前還在測試當中 味道已經確認了嘛 然後只在擦 比如說我裡面要加什麼樣的吃香 或者什麼樣的在做調配 這個來吧 好舒服的味道喔 這也是我上課的懲罰了 現在有四種 我要刪掉兩個 走到這邊 這一塊 是我的小天地 沙發應該很多人也看到的 白色的沙發 然後是這種圈圈布 但我特別喜歡New World 是因為每一個人坐上去 他的那個坐感 跟這個彈度 都說喔 這個椅子怎麼那麼好坐 我就說對 因為它很有那個散塊感 就是它這樣子的時候 你光靠著 欸 它的這一塊 非常的支撐你的腰 像沙發 它有分一人座的 兩人座三人座 然後在那邊試座了 兩人座還三人座 我臉網際比較寬的 然後就 一樣是這一塊 只是它是灰色的 你就可以 自己選你想要顏色 我那時候就是來一個乳白色 半年才八個月 然後就來了 剛好在我家裡 妝容好像說來的 這種放了這個沙發之後 我覺得這一塊 更有一個家的 溫暖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這一塊的地毯 我自己在essence上面 訂來台灣了 嗯 essence上面有一些 家飾品 大家也可以在上面逛 假設如果有打折的時候 然後 非常推薦大家去潤色 帶點品項非常多 然後再來 他們還有代理 這個 Flows 就是因為我覺得 像我自己 開始接觸 駕飾品類的 關於燈具 其實就是兩大品牌 一個是Flows 一個是那個 我後面的那個Louis Pulitzer 然後 這兩個品牌 如果是設計師品牌的燈具 要入手 最好入手的品牌 如果你在台灣 你要去逛到 比較奇 比較多 你要可以去展監看 也可以直接在網絡上 訂購下訂的話 最方便的就是去潤色 因為我這個 這個燈也是從潤色來的 它超級漂亮 你看它是 它是一個燈罩 它可以拿下來 這一個是不是 壓克力的 這個也超漂亮的 我記得 北歐他們有一些地方啊 他們 因為他們的Flows 跟Louis Pulitzer 非常的普遍 所以很多地方會有 然後我曾經有看過很多 比如說飯店的樓下 或什麼的 他們都放這一盞燈 但他們就沒有放這個套子 這個燈罩 他們不知道就把它拿起來 怎麼樣 還是就故意不放 然後就讓它是裸的 裸的 這樣其實蠻漂亮的 你在台灣的代理商 買這種燈具 其實更方便 你就不用去改電線 因為你從歐洲自己帶回來 你是要改電線的 就像我這個 我這個我自己從 Stockholm 買完之後 然後寄回來台灣 但是這個插頭就不對啊 這是歐洲插頭 然後我不可能一直 插著那個 變牙巾 因為那個很醜 太大了 所以我這個就必須要請水電工幫忙 蓋 比如說你去一趟北歐 你非常想要帶燈具回來 我推薦大家要帶什麼 像這種 它就是沒有電線的 USB充電型的 它就是直接充好電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旁邊這樣 完全不用管插頭或電線 它就是直接可以充電型的 這是最方便 這美麗的燈呢 就是在開箱的時候 幫它錄了一個開箱的影片 我要附上這影片給大家看 外盒非常的牢固 外盒就外盒了 沒想到裡面的構範那麼複雜 然後可以讓燈在裡面屹立不搖的 完全不可能壞掉 真是佩服 然後又很漂亮 拆箱的過程非常的療癒 現在是已經不避諱講療癒兩次了是不是 已經不避諱了 有一個東西呢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跟到我切實動態 就是 1月1號地震那一天 然後我的這個燈啊 它陽光太大了 所以它就是直接撞到牆壁 我下定了這一個牌子 但是我還沒把它撞好 就是 你看 它是破的 這邊要跟大家講一下 吊燈啊 不要理牆壁這麼近 因為我這邊是因為剛好我家太小了 沒辦法然後我想要吊在這裡 因為它想要變成一個床頭燈 你今天是塑膠的你就很無所謂 你要怎麼吊都可以 可是今天你是玻璃材質的這種燈啊 千萬不要在牆壁旁邊 它真的是直接破耶 總之 這也是提醒一下大家的一個地方 有一個東西是我非常非常非常推薦大家一定要做 而且我家裡面最喜歡的地方 數一數二 就是電動窗 我家的窗簾啊 現在是有兩層 一層是木頭白葉 然後另外一層是遮光簾 這個真的很方便 因為其實你早上起床 你不可能真的去拉那個白葉霜 因為這個白葉霜幅度太大了 如果你要拉兩邊一起拉 啊我一個人我要怎麼拉兩邊 然後他就會拉不好 還有一個 你今天是一個很怕光的人 你如果是用白葉霜 一定要再加一個遮光簾 因為我早上啊 就是如果 遮光簾一打開我就立刻醒 因為它這個遮光簾就是很遮嘛 這邊的展示櫃也是會有一個滿滿意的設計 如果你們要做展示櫃也一樣 就是要登 有投射燈在裡面嘛 然後做一個圓角 這個真的很棒 一開始沒有要做這樣的設計 就是把板子放在上面 後來發現這樣子的設計 滿像歐洲會有的 的狀態就是 我只是放一塊石板在上面 然後讓它有多一個層次感 有點像是一個陳列的感覺 這地方我滿喜歡的 非常有生活感的更衣間 然後呢 現在的衣服是放到就是已經 裡面那個那一櫃已經是拿不出來的狀態 非常的急 所以我會把這首拍搭 要記得來的首拍過過 有幾個 我有一點後悔的地方 第一個投射燈 就是其實我整個家有做間接燈跟投射燈交換 然後這個投射燈 我其實根本平常完全沒開耶 我當初幹嘛做這些投射燈 因為我根本就沒在用啊 所以我其實 當初我整個家做群式間接燈就好了 這些投射燈完全不用做 其實可以省一筆錢耶 推薦大家說如果你今天家裡已經有利益燈了 有各種燈具 又做了間接燈光的人 你其實完全不用做投射燈耶 真的完全不用 因為我家從來沒開過 這幾個 然後再來是這個褲子啊 這個當初一開始覺得很棒喔 有 可是我發現我就受限於 我的牛仔褲子只能就是有這樣的量 我多買一件牛仔褲 我就要把另外一件的牛仔褲拿起來了 超純的 叮叮失敗 我覺得比較推薦的是那個帽架這裡 帽架這個我覺得還比較推薦 因為它這裡的間隔是你可以自己選 就是你可以用緊一點 超擠喔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自己調整你要的件數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然後關於我的廚師機 其實一台在裡面真的是蠻叮叮的 可是我又一定要一直開著 就是因為我沒有做 釣影師的群式廚師 為什麼我沒做 就是因為我的天花板已經太低了 我裡面已經包了一台冷氣 然後再繼續包一台廚師機 它會變更低 然後所以我想說我就放棄就是用了這個 到達了一個我最滿意的地方 其實是我的浴室 我很喜歡這邊 因為喜歡這邊的點就是它的塗料 無論是觸感、顏色或是質感 我都非常喜歡 就是因為它是防水的塗料 它防水塗料我真的很喜歡 因為當初做完浴室的時候 我就問我設計師說 我好想要整個家都是用這個塗料 它就說不行會貴死 因為這個浴室的塗料就已經比 一般的塗料貴非常多 然後我如果要做那麼大面積的話 就是我肯定會吃不消 所以最後才會只做浴室 自動馬桶我也很推薦啦 就是比較不會髒 吃真的它比較乾淨 但是另外一個非常推薦是這一組 它是用按鈕 一按下去水就會出來 然後一按下去水就會關掉 非常的方便 然後每一個來我家洗過澡的人 都說很喜歡這一組 因為它就是可以控制水溫水量 可以讓它恆溫恆水量 跟這個按鈕就可以有水 就這超方便的耶 然後你又可以直接把你的所有的 洗髮精霧乳全部都放在這個台子上面 地板我之前不是有去過很多人的家裡 然後很在意淋浴間的地方嗎 我覺得這種超推 這裡比較高 這裡比較低 它是一個這樣的斜下去的溝槽 所以水就會很快速的集中到這邊 然後這一塊板子把它拿起來 就可以把頭髮什麼都拿出來 因為它裡面有個綠落 我覺得這超方便耶 這是最乾淨的 這比我之前那一整條的 因為一整條的那個裡面都是真的很髒 然後會卡髒 它這等於是外放型的 所以你直接把這一塊拿起來 就可以清理了 超級方便 我講回這邊 其實是我有一個地方有點後悔 是我的這邊的塗料做一般的水的塗料 然後你看 我如果這樣洗臉洗臉的時候 好了 換給大家看 變成有顏色 你看 它水伸進去了 開始逐漸有顏色了 然後 雖然說它再過一陣子乾掉之後 它就會回到原本空白的形狀 可是它的水伸進去 會先醜一段時間 然後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所以 假設今天你是跟我一樣把洗臉台 坐在外面的人 切記這一塊 這一塊 這一塊就是 它這四種的塗料 要用防水塗料 就是我浴室的那個材質 要重做的話 我一定會這一塊全部選那個防水塗料 接下來是 我非常推薦這個鍵 這個叫one touch 就是我出門的時候 按一個鍵 所有的燈都會關掉 它就一個鍵就可以關掉所有的燈 跟開所有的燈 可是插座的墊都還在 我覺得我超愛這個鍵 但我有一個blog 是我每天睡覺 因為我喜歡全按 所以我睡覺的時候 都會來關這些燈 然後我就要走來門口 按這個 然後再用手機 然後開一個手電筒 走到床去睡覺 超級白癡 我應該要這邊做一個one touch 然後床頭也做一個one touch 所以假設今天你有 這樣的需求的人 跟你喜歡睡覺是全按的人 你的床頭 一定要多做一個這個鍵 還有一個地方我不喜歡的是 我家沒電視所以我用投影機 所以我的投影機是投在這一塊木板上 結果我發現 這個木板我做太厚了 所以這一條會有條線 然後我如果 每次看人的臉都會這樣 欸 它歪掉 那個男主角臉 它歪掉 我的舊家也是投影在櫃子上 可是因為那櫃子落差超少 就一點點而已 然後就沒有完全看不出這個感覺 可是這個落差太大了 所以假設如果你今天跟我一樣 是會用投影機投在櫃子上 這個木頭會選薄一點 男主角臉電視 好 總之呢 這個傢伙現在目前我一直住起來 我還是非常的喜歡 然後這些小tips 就是可以分享給你們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潤舍跟Flows這個品牌 今年會有一個小小驚喜的合作 雖然說我還不確定到底是什麼 不過大家可以持續的等 就是我的影片上 今天應該過沒多久 應該就可以看到這個企劃了吧 如果有想要找Flows的人 就是可以去潤舍逛 然後你如果很害羞 不好意思去就是展監的人 你可以先逛逛人社的網站 上面的東西非常的明確 然後非常多樣 然後價格也上面都有 所以 推薦給大家 喜歡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你可以再跟我說 我家假設你今天是風水星 你覺得你要見以後我什麼 趕快告訴我 掰掰 掰掰 拜拜